很多人都知道艺人郭靖曾经是个啦啦队员 不过其实他除了是啦啦队员之外 私底下也是个很爱运动的女生 现在都透过镜头一起来认识不一样的郭靖 大太阳底下我真翻到我那个白眼都翻出来了 究竟是什么 让甜美女生郭靖累到想翻白眼 其实就是这只以啦啦队表演为主轴的音乐绿带 很多人都知道郭靖曾经是啦啦队成员 过去参加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内外比赛 也因为这些表演经验 让他在成为歌手之后 面对广大的歌迷表现落落大方 校庆就会规定每个系的同学都一定要加入戏队 啦啦队 加入之后我就发现 大家一起就是叠起来的感觉 就是还蛮好 然后就觉得是一种挑战自己 然后可以让自己更不害怕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表演 现在的郭靖虽然已经很少接触啦啦队 但是爱运动的他开始将触角延伸到其他项目 高中的时候我是排球社 然后是社长 所以我以前就很爱打排球 比球的话就比较方便就是 你也不用太会打 你只要就是有接到球就好 可是篮球的话我就还好 就可能只喜欢投外线什么的 我三分球很厉害 你要不要现场给我一颗篮球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随便说说 郭靖当场投起球来 不过人嘛难免会有失守的时候 即使正值发片宣传期间 郭靖还是会抽空和朋友一起来运动 借此在忙碌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之间 找到平衡点 有点TV五家右章一起黄金函 台北报道